驻洛杉矶办事处文化组将在3月23号的下午 在巴沙迪纳市立学院举行2013华语文能力测验 由于这个测验是透过国际性研发的检测来颁发正式的证书 并且可以作为未来求学求职的语文能力证明 所以报名情况可以说是相当踊跃 洛杉矶地区的2013华语文能力测验 3月23号下午2点即将在南加州巴沙迪纳市立学院举行 洛杉矶办事处文化组自2006年开始续办 2007年正式举办后至今每年有400位学生参加这项测验 透过考试学生可以证明自己学习成绩 学校也能够得知教学成果建立学习目标与信心 驻洛杉矶办事处文化组组长蓝仙茜 也非常欢迎有双语教学的主流学校或是中文学校能够互相合作 他已经在全世界27个国家40个地区举办考试 那这个考试的特点主要在于说 他是对照了欧洲共同语文的架构 所以是经由一套严密的考试教学及评量的工具 去配合他而研发出来的 所以相当具有公信力 那另外就是我们儿童也有针对7到12岁的儿童 我们也推出儿童版的华语文能力测验 那这个呢完全是配合儿童的认知心理 然后完全是图文对照的方式去呈现 所以非常具有趣味性 华语文能力测验的海外试题以生活化运用为主 结合了听力及阅读分二到五级 办理基础进阶高阶 以及流力四等级正式测验 可跳级考试 不仅可以作为未来求学与求职等语文 能力证明 对于想要申请入学或求职者而言 也是检定语文能力的最佳管道 小翁您是张崇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不到